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2月5日 中美关系现在是高度敏感 那么今天看到海外的网站上 有几篇关于中美关系的报道和评论 其中有两篇很典型 一篇文章讲 拜登对华政策引担忧 王丹美国将附属代价 这篇文章是由新唐人发表的 海外的万维网转载的 也就是美国国务院上周 上一次发布了拜登首次外交政策演讲 其中谈到什么呢 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 最严峻的竞争者 他使用的是竞争者 说但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下 美方愿意与北京合作 对于这个问题呢 这个著名民运人士 六四学生领袖王丹 解释说 未来对抗将不会出现在美国对华政策当中 美国和西方会为此付出代价 就等于说他认为 这个拜登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2月4号 拜登在国务院 发布外交政策演讲 这是拜登上台以后 美国总统首次对外 对外交政策 这个拿出说辞 这一点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拜登讲到了美国的同盟 是美国最大的财富 在国际外交中发挥领导作用 意味着美国必须与我们的盟友和重要伙伴 再次肩并肩地站在一起 他在这一点上表示是和川普不同 他不退群 要回群 提到中国的部分 拜登很谨慎 他说美国会直接面对中国对美带来的挑战 美国会反制中国在经济上的胁迫行为 也会抗衡中国对人权 智慧财产权权和全球智力的攻击 这篇文章还配发了一张 这个拜登的图片 拜登 这个照片还写得有点 这个年轻啊 同时拜登也提到 说是这个 现在这个演示跟不上了啊 讲一讲 这个网络就不是很稳定信号 拜登也提到 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啊 但是在符合美国利益的前提下 华盛顿准备与美日 北京合作 王丹认为呢 把竞争者不应当 这个定位为竞争者不负实际啊 应当是威胁者啊 他说这是可以说是对华政策 要重新回到了绥靖主义的宣言啊 王丹感到遗憾啊 王丹认为这个定位很荒诱啊 所谓竞争意味着 双方都会遵守一套游戏规则 否则怎么竞争 但今天的中共 有半点遵守国际规则的意思吗 一个不守规矩的人 只能是破坏者 捣乱者 怎么可能是竞争者 就王丹这个很鲜明的啊 反对他这个就是这种表述啊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那么今天看到另一篇报道 刊登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他讲到什么呢 中美合作这个新切点找到了 说是柯里将会会见中国特使 这个柯里啊 柯里是一个可以这样讲吗 也是拜登比较信任的啊 一个这个下级的这个政府的官员啊 那么美国气候问题特使 他负责这一方面 那在欺负方面的肯定不敏感了啊 这个拜登耍小聪明的 先找一个就是说不敏感的地方 这个并不是说无关紧要吧 容易双方达成共识的领域啊 让这个特里 这个柯里来负责啊 他预计不久将来 与中国新的气候问题特使 谢振华同别 因为他认识谢振华 跟谢振华关系的老 老联系啊 以前是老朋友了 并称谢振华是在中国 全球暖化问题上的领导人 和有力的宣传者啊 这个法国国际广播电影这个消息 其他网站还没报道 今天他这个是第一份啊 柯里从申 他与中国就全球 变短合作的立场 并不代表华府将忽视其他考虑 中美关系 政企业包括人权贸易等 中国刚刚任命 谢振华为中国气候问题特使 中国也很精明啊 一看这个柯里上来了 就知道柯里以前和随子好朋友 他最认同谁啊 马上让这个 这个谢振华 这出名 这真有意思啊 说美国气候问题特里 周四表示 他预计不久将与中国新的气候问题特使 谢振华通话 据该报道 美国气候问题特使 柯里直接向总统拜登报告 并将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代表美国 他表示在周三得到中国任命 谢振华 华担任气候问题特使时的消息啊 他这个心情非常高兴 说因为他和这个特里两个人说过去合作过二十多年左右 我的天啊 这感觉够神的 所以说这真的是这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看来这个中国也想继续谈 别看习近平表现那么表面很强硬啊 美国也想谈 也别看拜登这个绕来绕去的啊 秀里达达的 只不再找一个比较能让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一个切入点啊 现在切入点就找到了 那么呢 柯里从申他与中国就全球变短合作的立场 并不代表华富强忽视其他考量 还在这马上解释啊 怕别误会啊 怕这个美国民意滔滔啊 他说呢 中美关系政洁包括人权贸易等等啊 柯里指出 这不是用气候问题来交换替他问题 这是单独的全球危机 不论如何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面对啊 据路透社报道 柯里不愿说明 他是否支持与欧盟和加拿大实施一项 多编碳调整税 以施压中国减碳 等等啊 你看这两篇文章 就是可见这个观点就各有不同啊 王丹斯非常鲜明啊 那么这个发广报道这个消息讲到柯里 那他可能我认为表现了目前拜登的真实的想法 拜登是刷了一个小聪明啊 从这个气候合作方面 这方面去入手啊 慢慢的再往前推进了 走到哪一步 这个就很难讲了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拜登上任的次日第二天 美国国务院网站的政策一栏 议题栏目就撤下六个核心议题啊 其中包括中国威胁 中共威胁 5G安全 以及非法移民 非法移民无所谓 但是中共威胁5G安全 那肯定了 这是个敏感的问题啊 估计中共那边一看 高兴坏了 看来这个拜登上来 还是有作用吧 那么呢 这个 中共威胁是这个蓬佩奥 在2020年10月份 推出的栏目 详细概述了 中共共产党对全球和平和安全构成的威胁 目前尚不清楚 为何拜登政府撤下这些政策的议题 现在已经是透了链了 说明这个拜登的想法和这个川普啊 这个蓬佩奥不一样啊 不一定是仅仅局限于说强硬程度的问题的 因为可能他想在过一段时间 就会把这个以前川普 在短短几天之内啊 也就信任前签署那些素实项行政命令当中 有关中国的方面是不是也要改变呢 这才是个敏感的问题啊 由于他露出了这个苗头啊 另一篇文章在自由时报看见了 这个题目是拜登称 美国回来了 蓬佩奥如此评价 蓬佩奥急了啊 给大家看看 这是网上这个截图啊 两个人的照片 蓬佩奥在鼻鼻哗哗的演讲啊 说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协任以后 本月四日第二度受媒体的专访啊 就蓬佩奥现在找到工作了啊 哈德森研究所 我看彭斯也找到工作了啊 传统什么基金会 这个工作看来这个 肯定是不如过去总统 副总统 国务卿了 但是至少 美国约有稳定的这个收入啊 那也可以啊 这个 就蓬佩奥说 这个拜登的外交政策演出内容 提到美国回来了 蓬佩奥对此呛声 并形容 难道是回到中国 很越的往事时光吗 越是越带了 这个翻译 好像这个词不一定准确啊 蓬佩奥在福克斯新闻撰网中指出 美国过去几十年采取的策略是对中国妥协 说为了中国廉价的劳动力 伤害美国民众 而拜登口中的所谓美国回来了 讲的是否为美国回到过去的绥靖政策 让中共再次战胜美国 让中国在坎萨斯加州摧毁数百个工作岗位 像我们已经知道那样 我希望那不是他的意思啊 蓬佩奥也说 当拜登谈到盟友之 如果回到过去是否要损害这个损失 像以色列这样的盟友 并对伊朗境内的恐怖分子如朋友一样 还给他们这个金元蓬佩奥表示 我认为美国人不能接受过去奥巴马执政时候的外交政策 我觉得他们会希望政府采取如同川普一样 以美国为优先的外交政策 当然他这个文章的重点 不是放在这个中国方面 但中国这方面不论是拜登 还是习近平 我相信都是他们现在必须要考虑的 下一步怎么发展的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么今天呢 海外其他节目 独播点评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